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2月29日 陆方代表与台海巡署官员上午90左右 在金门无江饭店进行第十回协商 会谈了将近50分钟 结束后 两方代表都面色铁青离场 疑似不欢而散 谈崩的主要原因是台方拒绝道歉 陆方要求台方公开道歉并追责海巡 但台海巡署却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上公开称 事件中海巡人员并无不当 依法执行公务并无过错 目前没有书面道歉的规划 很明显 民进党当局根本就没有打算道歉 这十轮谈判不过是想拖延时间而已 其二 在遇难渔民遗体的处理上 遇难者家属由于不信任岛内的调查和司法程序 坚持要求将遗体和被扣押的渔船运回金门 但台方代表却坚持 必须要走完司法程序 在家属无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归还遗体 若家属有意见 则要等尸体解剖后才能发回 台方代表这样做 就是想逼着遇难者家属签字同意没问题 避免大陆在拿到遗体后提出异议 以绝后患 台当局表面上看是要与大陆协商 实则是以遗体为筹码 施压大陆和遇难者家属低头 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谈判条件 但从目前拿到的证据来看 我们有理由指控台海巡队是在故意杀人 而不是过失致死 这两种情况在量刑上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我们不可能松口 截止到目前为止 台海巡署依然拒绝公布事发录像 就是想隐瞒自己冲撞大陆渔船的事实 逼迫大陆通过尸检确定死因 台方目前试图将责任加在渔船上 称其是三无船 且船长驾驶不专业 台方称 快艇操车杆在翻覆前曾一度飙迫40节 处于急转弯加速 吃水浅 重心偏移 三大原因酿成翻船 若是专业船员 不可能会如此操作 不过按照现场照片来看 撞击的相对速度至少在50公里每小时 再怎么甩尾 也甩不出50公里以上的速度 只有迎面相撞 而且还是右转弯 右转弯怎么甩尾撞上海巡船的右后衔 可见海巡撒谎成性 一贯诈骗 事实是海巡船已差不多90度直角迎面撞上渔船 幸存者说船已经熄火的描述是真实的 台官员狡辩称 若海巡蓄冲撞 船只不可能仅有凹痕 无大面积损坏 实际上海巡船周边是一圈橡胶气囊 即使撞击 留下的伤处也不是很明显 如果拆掉船头的橡皮垫 一定会发现船头铁件扁进去一些 对于三无船的质疑 船上没有鱼也没有走私品 那不是渔船而是一作业船 说网船不需要登记 在大陆如此 在台湾也不要登记 台海巡知道还是冲撞 台媒报道大肆炒作该船是民兵船走私船 有意为之 政治目的明显 三无船之不是事情的焦点 正如一个没有驾驶证 车辆无年减 又没有保险的车辆上路 警察也无权直接开车去把司机撞死 关于渔民的身份 记者走访了遇难渔民村落 据村民描述 出海的四人并不是来自内陆 不通水性的临时打工者 而是已经租房居住在围头村 一二十年的渔民 四人当天乘坐着 与别人合资买的小渔船出海 到金门方向收地笼 与金门隔海相望的欧错村 渔民谈及出海遭台海巡 驱除经历 驱离 扣船 抓人 被木棍打 罚款上万 被抓就要关一个月 在地图上随便画个线 海里又没拉网 又没架灯塔 渔民哪知道什么地方不能去 出去 基本只能贴着海岸走 而且很容易就开到了 所谓禁止水域 台所谓的中线 在马英九时期也并未严格执行 彼时 两岸甚至有共同海上安全救难演习 过去的执法强度很低 台湾的海巡多半是靠近之后吹哨子 或者广播请你离开 大陆的渔民通常也就离开了 直到蔡英文当局2016年上台 根据海巡署近八年统计 越界后被驱离的大陆渔船 逾九千艘 被扣留近四百艘 台当局之所以不敢公布影像 一位台湾网友新竹博士给出了答案 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 当天海巡船由美特种兵亲自坐镇指挥 美国人发号失令的声音被录入 所以台政府宁愿公开撒谎 不敢公布录像 其二 当时的海巡船接收到了上级的指令 被要求冲撞大陆船 这将是恶意杀人罪的证据 刑罚会很高 此时此刻 在立法院拥有多数席位的国民党 完全可以把四位海巡员 传到立法院质询 当天为何不谋而合的 没有标配秘录器 这么简单的动作 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可是国民党民众党的表现离谱诡异 发言全部都是支持政府行政 尽快处理云云 执政党固然玩弄公开的低级谎言 但在野党们却是集体失职独职 谁有如此之魔力 答案不言而喻 海难爆发的前几天 台媒和外媒都曾公开报道了 美军特种部队已进入金门 有人说美特种兵进入金门 是要没收金门守军的战时指挥权 解放军不能大意 既然一旦开战 美军难以掌控台湾本岛 何况大陆眼皮底下的金门 没收金门战时指挥权 没有实际意义 而且不需要特种兵亲自出马 通常是制定一份军事计划 监督落实即可 特种兵在金门搞突发事件倒是最擅长的 台湾牌最大化需要不断给大陆制造麻烦 对于美国而言 在金门岛搞事比佩洛西访台的危险系数低多了 金门海难爆发后 在台湾媒体曝光度极高 蔡英文至今都躲猫猫 这是异常反常的 若在其他西方国家早已被揪到前台 回答议员媒体以及选民们的疑斗重重了 更离谱的是 在野各党都对蔡英文失踪不予追问 还是那句话 哪种神秘魔幻的力量 可以让台湾各个政党都超出场里的共同表演呢 第七轮会谈 台海巡署长周美武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他的简历记录如下 美国华府CSIS智库进修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美国海军研究院资管硕士 政大东亚所博士毕业 曾任海委会代理主任委员 国安局驻美特派员 国防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 海军司令部战系处长 海军168舰队长 周美武是美国情报部门在台的最高代理人 金门海难仅仅是一起突发的纯渔业纠纷 金门海难爆发后 菲律宾小马克思那边一直都是动作尤其多 谁是唯未救赵背后的操盘手 路人皆知了 基于以上几点 合理推测 当天海巡船上有美特种兵坐镇指挥 所以民进党政府即使面对实锤证据 也必须维护最低级的谎言 国民党民众党一起参与谎言剧本的表演 否则一旦录像里的美军士兵露馅了 美国嘴巴里的不支持台独 在盟友面前就玩不转了 比如澳洲早已交出底线 澳会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底线是一旦台海开战 澳不会出兵 因为澳不能参与一场必输的战争 对此台媒悲观认为 大陆不会善罢甘休 海基会以二度发文陆海协会 促进陆方提供来台人员协处名单等 然而对方已读不回 27至29日连续三天 海警14608舰、2202舰、2203舰以及海间8003船等 在夏津海域进行无禁区巡查执法 28日解放军战机大举出动越过中线 抢占台海四面空域进行围堕演练 北部最近仅距基隆43海里 东南距俄兰比最近45海里 台军空军基地战机紧急升空 目前海警船事实上包围了金门 超过2000吨的海警船 直接在廖罗湾区域抛锚 构成了事实上的封锁 切断了驻导台军的海上补给通道 如今万事俱备 只差台方给机会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